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昔日的国际巨星成龙最近可以说是越来越潦倒 他的电影一部比一部差 自从在2012年上映了十二生肖之后 他在之后的电影没有一部是成功的 最新的一部叫做传说 是2005年神话的续集 神话是一部讲关于长生不老的科幻片 跟秦勇差不多 讲的是长生不老 保护秦始皇陵等等 这一回成龙下足了本钱 用A把他自己弄得非常年轻 20多岁的样子 而观众当然是不买账 因为你已经是个老头 弄一个样子拿出来骗人算什么 结果他主演的这部电影票房只有8000多万 但是总投资约为3到3.5亿 所以片商起码要亏3亿以上 找成龙拍一部电影要亏3亿 简直是让人跌破眼镜 自2012的十二生肖之后 成龙的票房一直在往下跌 十二生肖 讲的是有几股势力在争夺圆明元的十二生肖的兽手 当时的大陆正在崛起 结果成龙就赶上了这股爱国热潮 这部电影最后有9亿人民币进账 让他赚了大钱 但是他在之后的电影可以说是一部比一部差 都是低票房 口碑差的烂片 例如天降雄狮 铁道飞虎 警察故事2013 机器之血等等 全部都是票房仅仅达到合格线 评分也很一般 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但是他也没有想着要退休 而是要继续拍片 结果就越来越失败 圈内的人已经称成龙为中国的烂片之王 这次的这部传说仍然是找了他的老搭档唐继理指导 唐继理跟他合作了很多部电影 例如以前的警察故事三合四 红番区等等 这些电影票房非常好 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提名和奖项 结果这部再度合作的传说居然成为了成龙近十多年来票房最低的电影 大陆的电影平台显示 在24天的时间里面 传说的内地票房加起来总计不到8000万人民币 而片商的投资是3到3.5亿人民币 换句话说就是这部电影要窥足3亿 甚至会超过3亿 以前的成龙非常有号召力 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市场 像日本 韩国等等 但是自从他全面在大陆发展之后 就开始越来越潦倒 结果这部大片的票房这么低 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严重 实际上老一辈的艺人要么是要之所进退 你到了六十多七十岁还想当主角 想装年轻根本就不可能 岁月不饶人 你只能够演你自己的角色 就是年纪大的角色 就好像曾江一样 没有办法演小生就去演一些长辈的角色 随着年纪的增长 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 但是成龙演了那么多年主角 当然是不肯认老 但是这一类不认老人的最终大部分都会晚节不保 很多人对成龙的感觉就是从他讲政治开始 以前成龙不讲政治 人们对他还没什么 但是他一讲政治 人们就开始对他反感 觉得他说的都不是人话 尤其是他说中国的会爆炸 这句话首先是得罪了大陆人 然后又说中国人是要管的 越讲越过分 最后竟然变成了极为舔贡 而且他代言过的很多产品有很多都倒闭了 例如步步高 DVD 焚黄可乐等等 他代言过的全部都要么是破产 要么是倒闭收场 最出名的就是霸王洗发水 过百亿市值的公司让他代言过之后官司缠身 所以有很多人都希望成龙能不能加持一下习近平 实际上他们俩也有拍过照 可能是习近平命比较硬 暂时还没有被他咳死 但是也差不多了 习近平也差不多百病缠身 插一段广告时间 习近平均 马上就招来了很多人的反感和厌恶 当然 成龙的反感度比刘德华更严重 因为他很明显完全就是站在中共的一边 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以前你发家靠的是香港的自由土壤 香港有创作自由 你喜欢拍什么都可以 可以让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最后你居然去舔一个不给任何人自由 不给民主 不给人权 没有法治的地方 当然 因为他可以进入权贵的核心圈子 可以享受别人没有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舔共 原因是他在外国无法得到这样的待遇 一个明星在大陆 可以得到国家领导人一般的帝王级享受 那种特权夸张的不得了 在很多年以前 韩红要赶飞机 但是他迟到了 他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结果航空公司专门为了等他 就不让飞机让飞 让所有的人等了半个小时 机上的乘客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收到了控制塔的通知 要延迟起飞 原来就是要等韩红上飞机 晚了半个小时 大家本来不知道 结果突然机舱门打开 有人上来了 事前 飞机已经关门了半个小时 所以很明显 就是要等他 所以试想一下 那些明星在外国根本不会享受到这种特权 就像香港的黄大仙庙 那里的投注箱不会让外面的人来上 而是让某个社团的人在里面上 等到他们上完了才让外面的公众进庙 当然寺庙比较特别 不可以做准 但是可以看到在很多场合 那些大陆的明星 还有共产党的其他贵宾 反正就是共产党要招待的人 他们的那种特权力 外国哪怕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 因为外国讲求的是平等 没有阶级观念 你在一家餐厅吃炸鱼薯条 坐在你旁边的有可能是一个富豪 可能是一个手上有很多物业用来收租的有钱人 但是他们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因为他吃的东西跟你一样 他跟你也是去同一家超市买东西 最多就是他开的车可能会比你高档一点点 所以在外国不会有很大的积极观念 在市中心可能会有一些场所特别高级 但是如果是在一般的地方 最容易碰到有钱人的地方就是超级市场 因为他们也跟你一样 都是要去超市买菜 甚至他们会很简单 吃的都是披萨 炸鱼薯条 或者是汉堡 中国人会吃满汉全席 老外最多就是去吃一顿牛排 不会相差的太离谱 所以在外国会相对平等 但是在中国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特权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明星喜欢舔共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简直就是吹之若鹜 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人上人 这种事情在外国根本联想都不敢想 所以有那么多人去舔共 去大陆赚钱就是这个原因 就算你未必能赚到很多钱 但是你也可以享受到那种簇拥 世人都会称呼你一声歌 把你当成是皇帝一样来吹捧 这就会让人形成一种飘飘然的心态 看一场演唱会能卖几百万张门票 看一个微博和抖童可以有一两千万的粉丝 要知道你在香港想有一百万都够香 但是在大陆动辄就可以有几千万 这就是大陆的优势 当然 中共没有好好去利用这项红利 反而拿来任意挥霍 接下来就是他们要还的时候了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